才成立两年的四位高中原住民服装设计社团 今年出事提升参加了原味共玩2020海啸区旅行 全国原住民文创设计比赛 他们以作品编织旅行荣获了全国第三名 更获得5万块钱的高额奖金肯定 展现了优异的社团学习成果 四位高中的原住民服装设计社团 是由八位原住民同学所组成 在指导老师吴秀梅林秀月带领之下 他们从认识阿美族的服饰色彩到图腾差异 利用图腾设计上色到制作完成商品 每个步骤学习都激发了孩子们无限的创意和潜能 而这群同学他们今年参加原味共玩2020海啸区旅行 全国原住民文创设计比赛 以作品编织旅行 荣获了全国第三名更获得5万块钱的高额奖金 展现了优异的社团学习成果 这个社团两年前成立 在吴秀梅老师跟林秀月老师的指导之下 每个礼拜三从把社团的教室沿到室外去 经过这两年的一种成长 从他们的图案的设计 一直到成品的一种制作出来 经过非常非常多的一种过程 那当然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找到这些孩子他们的自信跟他们的潜能 就是让他们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那今天的一个成果发表会总共是有八个学生 其中有三个 那七个是三年级的学生 一个是二年级的学生 那他们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秀梅老师的一种指导之下 他们发现说 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传承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愿意未来 在这个原住民的文化里面 更加的奉献他们自己的一份的心力 这一次作品编织旅行 是以帽子 背包 水壶 室内拖鞋 零钱包为产品组合 获奖之后 受到各界肯定大受欢迎 而获奖同学谈到自己的设计理念 还有参赛心得 都显得相当的有自信 就是因为看到老师的那个 那个竹腾 腾边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类似背包 然后想说用这个 就是这个想法去做 然后因为后面还去挂嘛 就比较方便 对 然后它也比较 比较生活化 就比较像原住民那种feel 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设计是 大家好像没有用过 想说去设计看看 然后又不一样的风貌这样 对 就是老师说 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做出来就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比较以前没有自信 然后现在做出来就觉得很棒 我们主题是编织旅行嘛 那很多旅行中 有很多一些需要的东西 像拖鞋 水壶 宝宝这种 所以我们是从这个点开始发想的 嗯 这些作品都是我们一钻一线 然后亲手去织去缝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成品也好 或是有今天的成绩也好 我觉得过程是我们非常 学习很多的东西 四位高中校长蔡忠和表示 社团是课堂外的美丽风景 除了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兴趣 也可以启发培养他们多元能力 未来学校会持续推动社团发展 让更多喜欢原住民文化的孩子 透过社团找回自己的部落文化 也开创未来更多的无限希望 这一会欢迎视报道